聪明们 聪明们 都别睡了啊 赶紧起来嗨了啊 不是不是 都赶紧起床了啊 听聪长我怒斥两句啊 哎呀 今天要怒斥什么呢 就是咱们聪的这帮小伙子啊 哎呀 说起这帮小伙子可了不得 在城里打了几年工 回家买了辆车 一天到晚 四处那是炫耀呀 要多显摆有多显摆 那恨不得让全宇宙的人都知道 你买了辆新车 就拿咱们聪的菜帮子来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把外号给叫出来了 就拿咱们聪的鞋底子来说 抱歉 抱歉 又把外号叫出来了 大家以后能不能不要给别人 瞎起外号呀 哎呀 还一下子起了五六个 光刘过剑就给起了七个 菜帮子 鞋底子 六逼贩子 马皮泡子 二把刀子 水壶盖子 哎呀 刘老杆子 那是一个比一个动听啊 不是 一个比一个难听 有些人居然还给我起了个外号 马大哈子 我就想问问你 我哪里马大哈了 不说外号了 说说这个刘过剑 自从买了车以后 饭也不吃 那觉也不睡了 整天开着车在通里转悠 剑人就炫耀 本宝宝买车了 要不要上来兜一圈呀 那语气可贱了 我贱了都想给他两闷贱 通里人都不搭理他 他就跑得其他丛子炫耀 莽聪的李友田和李洪伟父子受不了了 直接把刘过剑的两个车轱辱给卸掉了 害得这刘过剑 只能顾两头驴 把车给拉回来了 从这以后呀 刘过剑算是消停了一点 可谁知道刚消停两天 这家伙的手又痒了 这一次 他选择了在朋友圈里炫耀 一天24小时 每隔十分钟就要发一次朋友圈 打个酱油也要开着车 去邻居家串门还要开着车 甚至就连上个厕所也要开着车 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开着车上厕所的吗 我说了你们都不信 自己家的厕所他不上 他非要开着车去别人家上厕所 我就纳了闷了 你这破车有啥好炫耀的 我都想扁他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刘过剑脾气还挺爆 一旦发现有人在朋友圈下面骂他 他就捋脸一拉 火力全开 骂爹骂娘 然后拉黑屏蔽 要是有人夸他 他就喜笑颜开 眉飞色舞 任爹喊娘 然后请客吃饭 为了得到一句夸奖 或者奋承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但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个开打印店的老哥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骂他是炫富狗 臭屌丝 刘过剑当场就怒了 要跟打印店这位老哥约架 结局就是架打赢了 橘子也进去了 还把所有的家底都赔出去了 要我说 这刘过剑 这就是活该 说完刘过剑 再说说咱们村的五尾龙 听听这位好奇的 龙连尾巴都没有 能飞得起来吗 他爹有尾龙 给他买了一辆新车 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五尾龙自从有了车 就跟关了七八年的倔驴一样 横冲直撞 狼奔使徒 成天开着车 跟一帮狐朋狗友 在大马路上飙车 大马路上不刺激 又跑到高速路上 高速路上不过瘾 就开到山上 终于有一天出事了 这家伙开着车 从山上往下飙使 窜到沟里去了 车毁人差点了 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 在这里我要奋劝吴尾龙你一句 等你身体养好了 千万可不敢再那样开车了 别忘了 你还有父母跟妻儿要照顾呢 以后要是让我再看到你这样开车 我就找人把你四个车轱轱 全都卸掉 看你怎么看 你不要嫌我烦 我这也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着想 还有咱们村的马三愣 松皮炮 黑小豹等人 看人家都买了车 觉得没面子 就开始各种凑钱 借钱 贷款 办信用卡 总之 一切能弄到钱的办法都使了 便宜的车还看不上 就要买三四十万的车 万万没想到 车刚买上没几天 各种催收和贷款上门了 只能把车低价卖掉来还债 这还不够 又四处借钱补窟窿 你说说你们一个个 图啥呀 这不是脑子抽了吗 我都想抽你们一顿 我告诉你们 想要买车 就好好去奋斗 我刚才只是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还有好多人就不点名了 省得你们嫌我烦 我最后再啰嗦一句啊 车可以买 但是要量力而行 不能为了面子而举债买车 再就是买了车的人 请你们低调一点 不要到处显摆 这样只会让大家更讨厌你 有显摆的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出去挣点钱呢 今天的大喇叭会啊 就开到这里 散会 哎呦什么 我这一天天的 什么事都要让我操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认为我们有什么事 这些人都经历了 不确定